歡迎收看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幾集介紹了這個圖形的平移還有二次函數 那為什麼要在二次函數的這個章節介紹圖形的平移呢 就是因為課本上用頂點跟這個A 就是我們領導系數來去讓大家認識這個二次函數圖形 但是課本上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可以用頂點A 只是大家觀察出來發現它符合標準式 那也有提到平移但是卻沒有提到整個平移的通則 變成學生他是在背說 如果向右移的話括號裡面要簡單 但是向上移括號外面是夾之類的 就會變得很混亂 那總而言之我們透過前面三節呢 這樣子的介紹讓大家大概了解到圖形平移的概念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變成 就是我們說如果原本是y等於x平方 向右移兩單位的時候 往右x是增加 但是卻他是在裡面要減2 然後你是向上移三單位的話 那向上y是增加 可是他如果向右x增加是減 向上y是增加 那為什麼加在這裡呢 就是說他其實是減在這一邊 他其實原本是這樣子 向右移兩單位x用x-2帶進去 向上移三單位 y用y-3帶進去 然後再移過來 這樣子可以嗎 那我們之後在寫的時候 我就不一定每次都會從這裡開始去推論 那就是說你在前面的話 有懂的話後面要跟上來 那來看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這個他說 y呢他等於-x平方加bx加c 那問你開口朝哪邊啊 那再透過前面對二次函數圖形的討論呢 我們已經了解到說 因為你的領導係數是負的 所以開口朝下 那這題有一個關鍵在這邊 然後他說如果知道他的圖形頂點是-23求bc 那有兩個方式解開這個問題 那第一個方式通常我們不是這樣用的 但是在這裡我做給你們看 怎麼樣的做法呢 就是我真的去配方他 那我真的去配方他 就是順便練習配方法 我們上一堂課介紹了 如果我想要找到他的頂點 我要怎麼做 y會等於 首先我先想像c被移開了 那這部我就不寫 那我把負號提出來的時候 他是-x平方 那這個加bx也被提了一個負號 所以是-bx c不用跟著提 因為等一下常數都還會再變動 所以變成這樣子 到目前為止應該沒有問題吧 有問題的話按個暫停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把裡面配方 那如果你已經能夠配出來的話 那就直接寫 那如果不能配的話 就跟我一起這樣子做 那我自己呢 你要我直接配 其實我也是在心裡默默完成下面這個動作 就是把它變成負的括號 負的括號 怎麼樣呢 x會去做這個的一半 所以他是-b 然後平方這樣 那這個東西展開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負的括號x平方-bx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加他的平方 所以加四分之-b平方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加四分之-b平方的話呢 外面加c 那但是這樣子左右沒有平衡 不左右沒有平衡 就是這個式子跟上面這個式子不一樣 那這個 因為我在裡面加四分之-b平方其實是把整個式子減了四分之-b平方 所以要再加回來 四分之-b平方加4c 我把它送到同一個分母上 那這樣子就配完了 這樣就配完了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頂點在 二分之-b 還有 還有 四分之-b平方加4c 透過兩個角度去推 去說明這個頂點 為什麼 這裡寫二分之-b 欸這裡為什麼要 把符號拿掉 為什麼這裡不要 一個角度就是說 如果你的二次函數已經整理成y等於-x-h平方加k 那麼呢 其實我把這個k移過來 那它是 這裡是y-k這裡是x-h 那我們可以想像它其實是由原本的 它其實是由原本的 這個y等於-x平方 向右以h 向上以k 對不對 向右以h的話 x就用x-h帶進去 因為它 每個點都要多h 才會成立 因為那代表它的式子 預先幫它把h扣了 那向上以k 那y就用y-k帶進去 那這個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也是像我這樣就是說 雖然是已經講過的東西 但是因為 有的學生它不一定聽一次就能夠 馬上拿來想 所以你就把它再重講一遍 加成它的印象 那麼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想像 其實它是y等於-x平方 向右以h向上以k 變成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它的頂點會從 這個時候的頂點是00 那它的心底點會從00 移動到向右以h向上以k 移動到hk 那所以說 裡面是減 減 二分之b的話 那你的頂點就在二分之b 因為它向右以二分之b 那它是 這個東西 雖然是加 可是它移過去y-減它 所以它是向上移這個 所以頂點會跑到這裡 那或者我們從 這是從圖形上來判斷 或者我們從這個式子本身 這裡有一個完全平方式 完全平方式一定大於等於0 那麼這個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的東西乘上負數 它就會變成扣的 負的 也就是它會變小於等於0 所以說 y的值呢 如果這裡不是0的話 它就會扣 所以 y的值最多最多就是這個 四分之b平方 加ac 這是它最大的值 只要這裡不是0 它就會往下掉 那這裡不是0的時候 不管你 如果這裡要是0的話 x是2分之b 那如果這裡不是0 你不管x比1分之1多1 還是少1 都會讓這個變成是1平方 或者負1平方 那就是整個式子會在這裡扣1 因為1平方跟負1平方都是1 你如果x離2分之b多2 或少2 你就會發現它這邊都是 2平方和負2平方都是4 所以它就會離這個 極值少4 所以整個圖形會對稱的 從這個極值的頂點向下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最高點 在x是2分之b的時候 y等於4 b平方加4c 那 這個是頂點 那利用這題來 再一次的說明配方法 跟這個標準式 頂點 極值 它們的關係 那事實上這一題 通常我們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會導過來 圖形的頂點是-23 所以我直接寫 那在這裡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y等於x- 應該說兩個重點 圖形頂點在-23 所以這裡是-2 因為你是要- 減h 加k 頂點在hk 所以它頂點在-23 是-2 加3 這樣 可是這個還是不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整個 在推論的過程 如果我當初 y不一定是x平方 我有一個領導係數a 那麼其實你在做配方的時候 像這裡的這個領導係數就是-1 你在做配方的時候呢 這個-1就會一路的一直留在最前面 所以說其實這裡其實會有個a 那很多學生會忽略掉 他可能看到頂點就寫這樣子 那就會錯 所以要留意這一點 就是說它一圓二次式 我們後面會有一次的整理 那就會再次提醒大家 它會有三個位置數 在一般式裡面是abc 那在這個標準式的話是ahk 那所以這個a一定要注意 那所以這裡並不是不寫是錯的 它其實是有-1 這樣子 那麼一般會寫成這樣子 然後因為配方麻煩 但是展開快啊 所以我們一般都寫這樣子 然後展開來 所以它會變成y等於負的括號 那這個x-2是x加2 所以x加2平方是x平方加4x加4 加3 所以y會等於-x平方-4x-4加3是-1 那於是你就會發現b其實是-4 b其實是-4 c其實是-1 可以嗎 欸 附帶一提 我們剛剛這裡其實沒做完 我們剛剛這個頂點整理出來 是2分之b和4分之b平方加4ac 那因為2分之b就是-2 然後4分之b平方加4ac就等於3 所以就可以解 2分之b是-2 所以b是-4 b是-4 b是-4再帶進來 就會解出來c是-1 對 那你就可以想像這個真的是比較麻煩 那我們 在這裡用這個方式解 純粹是帶你們再練習一次 配方法和認識它的這個頂點的位置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萬一等於f of x 它是 有一個是2x平 2括號x-2平方 再-2 然後另外一個標準是頂點在-2-2 頂導係數是1 然後這個是2分之1的x-2的平方-2 然後這個是 根號2的x-2的平方-2 它最後問的是說 全部都跟 這裡也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1 那 其實這一個問題 這幾個問題 這一系列的問題是 希望你們 透過這個問題 瞭解它的圖形的意義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 y等於1 y等於就是它 對不對 那它上面這裡列了四個函數 f g hi 他說這四個函數 全部都有跟這條線交兩點 然後問你說 哪一個跟它交的兩點距離最遠 那我們來看看 那怎麼樣來知道它距離是不是最遠呢 你仔細看你會發現這一題有一個特殊的設計 讓你比較容易看出來 就是它的頂點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它的頂點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頂點都在2-2 好 我剛把圖調整了一下 就是說原本 上面留的太 上面的這個 這個 離太遠了 導致2-2不好畫 所以我們現在一單位縮短 那如果這一點是2-2的話 那如果這一點是2-2的話 這一點是2-2的話 這一點是2-2的話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幾個圖到底跟它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大略的畫畫看 大略的畫畫看 那重點就是說 其實我不用真的畫的很準確也沒關係 其實這點要你觀察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的領導係數是1-1嘛對不對 這個的領導係數是1的話 如果它長這樣 -2 這題最重要的就是觀察說 如果你要去發現說 如果它的領導係數是1 像G這一個 它的領導係數是1 這個是G of x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他的會怎麼樣 F的話領導係數是2啊 也就是說一樣從2-2 大家都是在x等於2的時候 這裡會是0 這裡會是0 那會是0 代表它乘上這個數字就是0 所以它就沒有加 因為我們的領導係數都是正的嘛 開口都向上 都沒有加 沒有加的話 x等於2的時候就是0 那y就會有最小值是-2嘛 大家都一樣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每x離開2 如果x是1 或是3 就是比2多1或少1 那這個地方就會是1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的x多1或少1的話呢 這個1會乘到2 如果這個x比2多1 或少1的話呢 這個1平方或-1平方會乘到2 所以說我們一樣都離開x1單位 那g的話它離開x1單位的時候 它的y增加的是1 但是f的話呢 它離開x1單位的時候 它的y增加是2嘛 你會發現 如果這條是g的話那麼 那 大的略上 這條就會是f f會比它更窄 好 比它更窄 那 比它更窄 所以x增加1單位 它上升的比較快 對不對 那這個h的話呢 h的話 x上升 增加1單位 所以它只有上升一半而已 所以h的話 畫出來會比它寬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一樣要把y從-2增加到1 它要花x要走比較 增加的比較多嘛 對不對 它的y才能夠一樣增加到1這裡 比-2多3的程度 那如果是這個i的話呢 x每增加1 y增加根號2 那這個根號2在1跟2之間 根號2是1.414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稍微的考了一下你們 能不能夠 我知道大部分的學生都沒有背根號2 但是你能不能夠很快的感覺的出來 就是說 根號2應該在1跟2之間 這一點不要成為你思考上的困擾 那所以說根號2的話 這個i的話會在這裡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呢 這個 所以誰離的最遠是 h h離的最遠 這個是1 2 然後1 然後根號2 然後2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這個問題 好我們來看這題跟剛剛那題很相似 在這一題呢 我們會看到題目跟你說 y等於f of x 是-x-2的平方加1 這個是-x-2的平方不加1 這個是-x-2的平方不加1 這個是-x-2的平方-1 這個是-x-2的平方加π 他說他們全部都跟y等於k of x等於-1 交於兩點 那在這裡就是你一定要先跨過這個關卡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回答 就是所謂y等於k of x等於-1 其實就是y等於-1這條線 y是一個用x運算出來的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不管你x在多少 y都是-1 函數值都是-1 所以y是-1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問你說上面這四個函數 我們剛剛講這四個函數 都跟這條y是-1有兩個交點 那哪一個函數跟他交的兩點最遠 跟剛剛這題有點像 但是你仔細看我們剛才這一題 我們的這四個函數頂點都在2-2 對不對 好再說一次 這裡-2的話 那個頂點的x是正2 2-2 2-2 2-2 但是在這裡呢 你會發現你的頂點位置不一樣 雖然說他們的x都是2 但是這個是在2-1 這個是在2-0 這個是2-2分之1 這個是2π 可是呢 他們的領導係數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剛才的這一題是 固定一個頂點 然後 因為領導係數不一樣 就a不一樣 所以開口大小不一樣 你會發現 這個是開最大的 這一題不一樣 這一題是領導係數一樣 所以說他造型上是一樣的 他的開口是一樣的 都是負的嘛 所以是向下 向下凹 假如說是這麼大 就大家都這麼大 但是怎麼樣 移來移去移來移去 移來移去 那其實呢 你就容易想像 如果說原本的這個 像這個是在2-0的這個 如果說他的圖形是開這樣子 那麼你往上拉一單位 因為你離頂點越遠是越開嘛 所以你往上拉一單位 其實合理的去想像 他其實會變成 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會比之前那個開 會比下面這個開嘛 那同樣的 你如果是向下移一單位 向下移他到負二分之一 那你的圖形應該是 這樣 這個合理來說他不是同心的啦 就是這裡沒有等距離 但是我們畫的也不是那麼準 無所謂 就你可以想像他整個圖形是向下移 所以會跟這一刀 撲過來的這個地方交的比較小 那如果是加拍呢 拍是3.14 所以說這也是這個題目的一個 小小的這個 技巧 就是你也要大概知道3.14 要不然的話你可能就 會困惑在這裡 什麼 拍 就跟剛剛那一題有根號2一樣 所以3.14到了這裡嘛 那他就是很上面啊 對不對 就是說一樣的同一個 他是同一個圖形 但是往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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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的時候 那碰到他的地方就碰很遠了 所以誰會離他最遠 就是拍離他最遠 可以嗎 那所以說其實這兩題齁 你都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有一個機會是 你如果熟的話 你其實不用像我這樣畫 你在腦袋裡面稍微想像一下 這一題你會發現頂點相同 頂點相同在底下 他那條現在上面 開越大的 跟他交的兩點越遠嘛 所以你就是看誰的開口最大 這一題 開口相同啊 對不對 開口相同 頂點離這條線有一段距離 那當然是 誰的頂點越上去 誰的頂點離他越遠 誰的這個開口就越大 對不對 好 其實這一題呢 他還可以再做更技巧性的變化 怎麼樣的變化呢 就是你會發現 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你的造型不變的情況下 你就是離 離他越遠 你的開口會越大 所以你的頂點離這條線越遠 你的開口就會越大 如果你的頂點離這條線的距離不變 你只是向左向右平移的話 那其實你的開口就不會變 對不對 可以想像吧 如果我有一個藍色的也是這樣 頂導係數是1 然後他也是離他 頂點也是在這個正1 然後他是頂點在-21 那他的開口就應該會跟他一樣大 這兩個應該會一樣 他只是移過來而已 那所以 這一段距離 就應該會和這段距離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 我們其實在問說 這個哪一個開口 哪一個跟這條線 所交的兩點距離最遠的 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好 你只要確認他的開口相同的話 實際上你不用管 H 你只要在乎K 就是頂點的Y 坐標離這條線越遠的 開口就越大 這樣子 那下面還有這個問題 Y等於 這裡給你六個函數 他問你說誰跟Y等於1 這個就Y等於1 他問你這六個函數 誰和Y等於1 只交於1點 也就是相切 那從這樣子的討論 你可以想像 其實這條橫線過去怎麼剖 都會剖到兩條 除非你怎麼樣 太低 你如果在這裡就碰不到 就沒有焦點 你如果是這樣就會有兩條 對不對 那唯一有一種可能 會只碰到1點 就是你的頂點 剛好在這上面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只碰到1點 所以這個問題 他問說 這六個函數 誰跟他只有交1點 那這個問題就是問說 這六個函數 誰的頂點的Y 我們頂點不寫HK嗎 那這個頂點呢 誰的K是1 頂點在正1的 不管你開口多大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的頂點是21 他的開口是A-1 所以他是在這裡 這樣 那他就會跟這個相切 像這個 這個是一樣是21 他的開口只有-1分之1 所以會比較寬 所以這個會 這個也會 那這就不會啦 他開口 他頂點在正2 然後開口又向上 他在22 所以這個會 跑到 這裡來嘛 所以這個就不會 對不對 那這個是在20 然後開口是2 所以他其實會 欸欸欸 假如用 他我們不適的都用橘色 對不對 這個20嘛 所以他在這裡 然後 跟正 他開口是向上 他開口向上 所以他會 這樣子 那可是他就不會 跟Y等於1 只交一點 他會跟Y等於1 交兩點 對不對 因為他頂點在0 那像這個呢 他的 這個 頂點位置在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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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的頂點的Y是1 然後開口是正3 所以他會更尖 可以嗎 但是他就會跟頂點相切一點 所以這個也對 然後最後這個 他的 這個坐標 頂點坐標是在2-1 然後開口是-1 所以會這樣子 那也不會 所以就是這三個會 可以嗎 那麼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好 那我們這樣都上這裡